每年3到5月份是最适合植树的季节 为了鼓励证民种树 普里镇公所每年也都会办理育树季的活动 今日普里镇公所在普里镇西南国校 与小朋友们一起种下蜜圆植物 象征今年普里育树季活动正式开跑 那今天在西南国小 我们也跟台医种苗来结合 来跟学生一起种植这个蜜圆植物 那也在这个活动里面 让学生能够体验到育树的一个意义 那期间台医种苗也赞助了他们自家的一些花卉 来让小朋友的一个学业而很成长的空间 能够更美化跟充实 先议员陈一军感谢普里镇公所与台医种苗合作 办理育树计划动 并且只要学校申请 台医种苗也会捐赠蜜圆植物以及树苗 提供给学校来种植 而推广种植也非常符合联合国 SDGS永续发展的指标 再次肯定普里镇公所的用心 如果各个学校有这个 不管是花或者是树苗的需求 都可以跟我们台医种苗来提出申请 那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很漂亮的 比如说像玛格丽特啦 然后还有这个梦幻花啊 那天竹葵 那这些呢都是非常讨喜 颜色非常鲜艳的这些花 那还有现场 还有一些像鲜丹啊 醉蝶花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 可以泡茶来喝的一些香草植物等等 那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胡理镇公所 那在这个时间呢 举办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也配合我们联合国的 17项永续发展指标 先元淑玉成感谢公所办理 预束计划动 让环境更永续 呼吁民众能够一起来种树 并且响应垃圾减量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能够更好 在这个植树节的前夕 预束计 普里镇公所选择在西南国小这边 种了很多花朵来吸引蝴蝶 对我们环境的永续 非常有帮助 也希望说这样来倡导绿化 让民众来发现 我们这个环境的重要性 大家一起来垃圾减量 来重视环保 重视空市的品质 让我们环境永续 副一长排一圈肯定公所 办理预束计划动的用心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响应 透过指数来让我们的环境更永续 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记者春卫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 我们设订了 twkraft 哇